在遊戲裡面,炸毀一棟建築 會需要在現實世界中承擔法律責任嗎? 如果你炸的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那答案恐怕是要! 最近俄羅斯有三名未成年的青年 被法院判了4-6年的有期徒刑 罪名是接受策劃恐怖攻擊的培訓 2020年這三名少年 因為聲援一名被關的無政府主義者 又發傳單說,聯邦安全局才是恐怖份子,所以被逮捕 後來警方在他們的手機相簿跟搜尋記錄中 發現他們不只在minecraft裡面,炸掉聯邦安全局的模型 現實社會當中,也曾經在廢棄小屋裡面 引爆自製的小型炸彈 但是這樣就能夠證明他們是恐怖份子 然後關個4-6年嗎? 嗯…以下請觀眾幫忙支援 經典的蘇聯小話